底下一个问题 大经上书 为行所限 为时所变 请问 我与他人的阿赖耶识 彼此有什么关系 迷的时候 彼此不相知 悟的时候 那个线好像是那电路一样 全部都连通 古人里面 有很多这些例子 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记得是有个法师 名字我忘掉了 神僧传的退优 他就有这个能力了 有一天看到一个读书人 他在口袋里摸一张纸来的时候 上面写了很多字 就给他看 他一看非常惊讶 他说这是我考试的卷子 怎么会在你身上 不但是知道 能把你原来的东西 在我口袋里拉出来 老华生就说 不但你考试的卷子 在我这里 你看你啊 你一身呢 书写的文章通通在我这里 那么这个道理 冷言经上说的很清楚 到那个时候不但自己六根胡用 而且所有人阿赖也是的东西 全变成自己 就像现在那个电脑连线一样 一连线别人里面的资料全都变成我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它是一不是二 迷的时候有分别 确的时候就没有了 那么是你说你度化众生 你要学很多东西 需不需要学 不需要 他是科学家 我就把科学家那个电脑连上来 我通通都有了 我终于可以教你 他是个医生 我要可以联络 把医生的电脑连去的时候 我的医道就比你高明 一通一切就通 这种词